《世界如此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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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在中學時期的作品 《世界如此美好》 那個時候我在經歷了國中的階段 其實開始 大量的在看歌詞 跟現代詩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對於 如何用 看似白話 但是可以一語雙關 然後甚至是用 一句話基本上可以隱喻 很多不一樣的現象 這件事非常的著迷 當年寫完的時候我很喜歡 我覺得我自己很有突破 但我很快 其實就遇到說 要不斷地去敘述 《世界如此美好》這首歌 其實對於一個 很年輕的女孩子來說 到底想表達什麼 我當時其實在解釋自己上面 常常變得太過於笨拙這樣 然後也因為 我是一個千禧世代長大的孩子 然後我的18歲 其實是跟世界末日一起度過的 然後在那個年代 我覺得是 我現在依然非常眷戀的 音樂的年代 《九零末》是一個 我認為不管在詞曲創作 在各種曲風上面 都無限爆發的年代 在整理《九五二》這張專輯的過程裡面 這首歌變成我心裡最牽掛的一首歌之一 但它的成品我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它充滿了《九零末》的聲響的味道 我覺得很耐聽 然後《這世界如此美好》 就是用一個女人的心情吧 從女孩蛻變成女人 去看似冷眼旁觀這個世界 在喧鬧的現象裡面 我其實就像歌詞講的 還覺得需要 還以為恨的就愛不了 然後 那我又說又認 然後又看見了 正反都還是太美妙 對我來說它其實是一個 我去揣想 我去想像 長大的以後的我 想要用什麼樣的女人的姿態去看待這個世界 哪怕是荒誕 哪怕是鬧轟轟的現象 在裡面如果我還能夠保持一點疏離 但是也保持一點旁觀者 但是祝福這個世界的姿態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 那就代表 我有成為一個自己喜歡的大人這樣 但是不要太能夠 如果我做錯了